我們剛剛看到是拜登突然訪問基輔 到底烏克蘭的戰爭 會快快的早點清理戰場 還是中二的結盟 可能擴大軍事熱戰 這裡頭確實是全世界的 國際政治當中非常大的變數 即使拜登說他過去曾經 前往過烏克蘭也到過基輔 但是這一次確實引起 大家非常大的關注的原因在於 其實以美國總統的行程來說 白宮都必須會固定發 這個所謂的行程 而且之前傳出來是說 拜登他會到波蘭去訪問 可是在這一次裡面 他確實保密到家 據說是只有兩個隨行的記者 可以跟上這個飛 知道他這個行程 而且其實一到了這個所謂機場的時候 就被要求把手機交出 那現在的這個訊息 其實來自於是 這個拜登他其實從波蘭這個地方 選擇用搭火車的方式 那這個其實也很特別 因為你從這個境內你要搭火車 那如果你沿路都沒有這個所謂的護衛 就我們看到過去美國總統 他最最常搭的大概就是他的這個空軍一號 或者就是搭到海軍陸戰隊的這個空軍 用直升機的方式 甚至如果你真的要在路上走的時候 一定要做他自己的這個所謂的野獸 那你居然去選擇坐這個火車 所以第一個代表 是不是第一個你對你的整個的這個行程上面 其實你是放心的 而且剛剛其實特別提到 這是一個沒有美軍駐守的一個地方 而且當他在基辅訪問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在基辅還是有一些零星的這個空襲警報的一個產生 那我們就先回來看 其實這一次拜登到這個烏克蘭去做訪問 而且進入到這個所謂的這個總統府裡面去 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到 他不是只在府內做秘密的拜會而已 因為他其實有走出他的總統府 而且也有在旁邊被其他的這個民眾給拍到 所以看起來拜登其實在展現的是 我美國在這個地方 那我認為這個當然要展現是給這個俄羅斯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在這裡面 其實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直接指明俄羅斯 原先認為說用這樣一個武力攻打的方式 是有辦法把烏克蘭打下來 但是你看他講的是 那個普丁你錯了 因為你大錯特錯之外 其實我們還站在這裡 我認為他其實當然是給了這個所謂烏克蘭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強心針 為什麼 其實在這一次裡面 他另外提供了幾個訊息 當然最大是來自於是 他又提供了一個5億美金的這樣一個軍援 過去我們在看到美國提供軍援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在乎的說 你提供的到底是哪一種的這個武器 或者是你是提供所謂的後勤資源的 這個補給的部分 但是這一次拜登其實非常明確的提到了幾個 比如說像是這個標籤飛彈 這一些當然在過去都有援助到 但他特別是他居然有提到了一個長城武器 那這個長城武器就會讓大家非常好奇跟關注 就是說美方在過去其實立場是不提供所謂的長城武器給烏克蘭 因為他並沒有要打算比如說我去防止俄羅斯 跟我把俄羅斯給打垮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次 所以他這次特別提出來這個5億美金裡面還包含了我們看到這個所謂艾布蘭的這個戰車 就我們看其實稱之為叫M1的這個戰車 他其實也都提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對外界來講就是說美國總統拜登在這次的事件上面 特別的跑到這個地方 而且你知道嗎 事實上他有點躲貓貓的概念 因為媒體發現到的是他其實在前幾天的時候 還跟他的太太就是在餐廳吃飯 那跟基爾在吃飯的時候大家也覺得說他就是離開這個餐廳 沒有想到現在訊息是他一離開餐廳之後 直接就開始往這個所謂的烏克蘭移動了 所以他整體上面來講我覺得拜登做了一件事情是 他在告訴全世界美國並沒有放棄烏克蘭 第二個是在這個所謂1月24號之前 你看他1月24號抵達烏克蘭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就很好奇講說 那你跟俄羅斯之間難道不怕俄羅斯翻臉嗎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我認為這個拜登的這個行程真的不是臨時起義的 現在美國的說法是說其實已經規劃了幾個月 但是他到什麼程度呢 他到拜登要出發前的幾個小時 確實有通知俄羅斯 說拜登要到烏克蘭的基辅裡面去 而且有提到就是說他大概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行程 但是當美國白宮被問到就是說 那俄羅斯的反應是什麼 白宮就沒有回答了 也就他在這裡面他其實不去碰觸這個很敏感的問題 但是強調的是以美國的立場來說 美國基本上態度就由拜登來作為展現 所以這一次裡面大家會回來看 就是說當現在拜登把這個地方 這個行程把它給拉出來的時候 對於俄羅斯來講他可能會遇到些什麼問題 大家現在比較關注的就是說 俄羅斯還有多少的朋友 第一個最大的盟友看起來很有可能是中國 那因為過去大家都認為說中國在對於所謂的俄物戰爭的立場上面 一直不願意很嚴厲的去譴責俄羅斯 是不是在保持一種比較友好的態度 甚至有人一直懷疑說 中國是不是私底下其實有援助這個所謂的俄羅斯 那當然現在看起來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叫汪文斌 他被問到就是說你美國你這個是不是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嗎中國其實反一個話說 他說我們沒有援送武器去給俄羅斯 所以不是我不願意讓戰爭停止 但是請大家想一想一直不斷提供武器的是誰 一直不斷提供武器的是美國 所以他你看到這裡面其實要說我不接受這個所謂的美方來發號事情 可是我覺得問題回來了就是就美國的立場來說 美國提供武器是希望能夠阻止這場戰爭繼續的進行 然後也希望能夠讓這個所謂的俄羅斯 你不要再打下去 我就講就是說當你不提供長城武器的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我覺得美國在那個利潤上面 他是可以說服別人的 可是中國不去碰觸那一個 你有沒有援助俄羅斯武器的這件事情 反而去指責一個現在外界認為說 美方之所以提供武器是因為想要阻止戰爭 你會覺得他的那個順序其實是混亂的 所以我認為當然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他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況是 如果美國決意要協助烏克蘭在今年結束這場戰爭 那美國的力道會加強到多少 如果美國認為說我除了實質的軍事援助 還沒有辦法阻止俄羅斯之外 過去對俄羅斯採用制裁的方式 會不會要擴大制裁 也就是我把視之為俄羅斯可能的盟邦 也一併列入觀察的對象 或者拿來進行所謂的制裁 那我們過去看到中國其實在很多方面 已經開始跟美方有一些這個產品 或者很多的技術是被限制了 那這一塊會不會成為未來 這個美國對中國加到力道的一個藉口 那些他們有多依靈了 來打算